听别人的故事,悟自己的人生,让我们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 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要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故事。 老公白月光被狮子吓到心脏病发作,他大怒把我赤身裸体,关进狮子笼。 几天后,他终于想起要放我出来,可眼前一幕,却让所有人吓傻尖叫。 老公带着白月光去动物园玩,只因为狮子朝他嘀吼一声。 他却认为我就是故意训导狮子吓唬他的白月光。 你不知道小雪有心脏病吗? 你还故意指挥狮子吓唬他,你怎么这么恶毒? 你犯的错,我要让你加倍补偿小雪。 他派人将我的双手双脚绑住,关在狮子笼里,还派人不准给狮子喂食。 我哭着求他放过我,我告诉他我只是个普通的饲养员,又怎么会训导狮子呢? 他却冷冷一笑,你跟狮子在一起这么久,怎么可能没有心灵感应? 你一向就嫉妒他,自然是见不得他好。 他派人将我关在恶狮的笼子里,不允许任何人靠近。 我撕心裂肺的求救声掩埋在狮子的阵阵嘶吼声中。 几天后,他想起我来,想要把我放出来。 可他不知道,我的身体早已被狮子撕碎腐烂了。 三天后,老公看着病床上悠悠转醒的白月光, 激动地一把抱住他。 小雪,你终于醒了,再不行我就要把那个贱人千刀万剐。 阮雪柔柔弱弱地躺在顾北辰怀里,眼里满是委屈。 顾北辰看了一下时间,轻轻醋眉,吩咐一旁的秘书。 去把记离放出来吧,让他回家看看孩子,孩子想他了, 晚上再让他继续进狮子龙授法。 一旁的秘书擦了擦额头的汗。 顾,顾总,要不算了吧? 夫人都在狮子龙里待了三天,我怕出什么意外啊? 顾北辰冷哼一声,不以为意,三天而已,这是他应得的教训。 如果不是他故意殉导那些狮子吓唬小雪,我又怎么可能惩罚他? 秘书颤抖着张开嘴。 可是,那头狮子都饿了好多天了,夫人只是一个手无腹肌之力的女人。 顾北辰低着头思索,眼里闪过一丝犹豫。 突然,怀里的女孩轻轻捂着自己的胸口,表情难受地咳嗽两声。 顾北辰连忙到了杯水滴过去,随后脸色愤怒,声音迅速冷淡。 你再去找一只狮子也放进笼子里,我必须好好教训教训这个女人,看她以后还敢不敢害小雪。 秘书欲言又止,只能点点头硬下来。 秘书走后,顾北辰低头看着病床上的女人,眼里满是温柔。 小雪,身体怎么样了?心脏还疼吗? 你放心,你受到的惊吓我已经千倍万倍让那个女人偿还了。 软雪轻轻吐了吐舌头,满脸娇憨,不疼了,已经好多了。 北辰哥哥,只要你一直陪着小雪,小雪什么都不怕。 突然,她像是想起什么似的,一把穿上拖鞋拉着顾北辰,就要往外走。 北辰哥哥,季姐姐被你关笼子了这么多天,会不会饿了呀? 你快去把她放出来。 都怪我,身体太不中用了,竟然晕倒了这么久,要是季姐姐知道了,会不会怪我让她被惩罚了呀? 小雪要好好给她道歉才行。 软雪说完,又像是赌气般坐在地上,满脸自责。 顾北辰心疼地将她抱起,轻轻放在床上。 看着两人恩爱的模样,我忍不住笑出了声。 跟我道歉? 我可没那个命了,要是真的跟我道歉,恐怕我的皮都会被顾北辰扒下来。 不过现在,扒不扒我的皮都已经无所谓了,因为我已经死了,身体被狮子撕碎的最后一刻,我的灵魂似乎逃离了那个恐怖血腥的狮子龙。 现在的我,就是一个不能离开他们的魂魄。 饿了许久的狮子又怎么会有理智? 笼子里的我没有任何办法,只能被狮子扑倒,没有一点逃跑的方法,求救声也传不出去,被他轻轻咬碎喉咙。 血水流了一地,狮子没有吃完,将剩余的残肢拖到角落放起来。 地上被拖了长长的一条红色血迹,就是不知道要是顾北辰知道我被狮子吃了会怎么样。 而这一边,顾北辰轻轻给阮雪盖好被子,轻轻刮了一下她的鼻子,语气宠溺。 小雪,你就是太善良了,才会让她这么得寸进尺。 我一定要让她跪着给你道歉。 那个女人明明都知道你的心脏不好,却只会狮子吼你吓唬你,狮子那么庞大,我都有点心惊胆战,更何况是身体不好的你。 当时把她关进狮子笼的时候,她还哭着跪在地上求情,还拿女儿威胁我,说不能让女儿没有妈妈。 原来她也知道生命可贵,那她怎么还敢这么对你。 听到这些话,纵使已经死了,但是还觉得心口一阵阵疼痛。 她不仅冤枉我,甚至还不相信我这个跟她朝夕相处了五年的妻子。 我又想起狮子笼里的残肢以及地上的碎渣和血迹,心里只觉得凄凉。 被她派人关进笼子的那刻,我心里爆发强烈的求生欲。 我用力踹向笼子,竟然硬生生将笼子给踹弯了,我的腿也受到了狠狠的撞击,已经瘸了。 那一刻,我都能够跑出笼子,成功活下来。 可是,可是顾北辰竟然又喊人来安装四周全都密封的铜墙铁壁包裹在笼子外面。 就连唯一的门都装了三把锁,就为了防止我逃跑。 我哭着敲打着铁笼,求他放过我,可他却觉得是我不肯认错,喊人利用肉的味道引起狮子的食欲。 就这样,我被狮子扑倒,咬断了喉咙,永远地闭上了眼睛,也再也看不到我的女儿了。 可笑的是,他现在还等着我给他的白月光道歉,可我已经死了呀。 房门口,刚刚离开的秘书突然慌慌张张跑进来。 老板,刚刚我打去电话,那边看管夫人的人说狮子龙里面已经没有一丝动静了, 顾北辰皱起眉,不满道,得了吧。 他就是在乱耍脾气,你去告诉他,让他什么自己收拾干净,好好过来给小雪道个歉。 如果他不愿意,我倒是不介意再继续把他关个几天。 秘书没办法,只能点头离开了。 软雪抬起头,语气有些自责。 小雪,北辰哥哥,你别这样,再怎么说,继姐姐也是你的妻子,小雪不爱似的,只要你能幸福我就很开心了。 顾北辰心疼地看着面前这个小姑娘,揉揉她的头发。 你呀,就是太善良,被人欺负了也是瞒在心里,我都不敢想,要是我不在你身旁,她还会指挥那个狮子做出什么事。 这个女人善良,听到这话我心里只觉得滑稽。 三天前,顾北辰带着她来到动物园散散心。 刚好逛到我饲养的狮子园,软雪借口添热口渴,把顾北辰带走。 她挑衅地看着正在上班的我,不经意露出脖子上戴着的价值昂贵项链。 纪礼,你看,这可是北辰哥哥给我买的,说是奖励我今天有好好吃饭呢。 狮子园里的狮子一般看到游客来了就以为有吃的,自然会往这边靠过来。 谁知软雪却只是嫌弃地看着狮子,还捏住自己的鼻子。 你们这些狮子真讨厌,身上都臭烘烘的,我的衣服都要沾上臭气了。 说完,捡起地上的砖头狠狠砸向狮子脑袋,我刚想阻止,却被软雪一脚踹开。 你这个贱人,还敢拦我,是不是真以为我好欺负? 我告诉你,这些畜生我打定了,反正北辰哥哥会跟我兜底。 里面的狮子脑袋被狠狠砸了,便张着嘴冲着软雪,呲牙咧嘴大吼。 就在这时,顾北辰买了软雪最喜欢吃的冰淇淋回来了。 软雪直接换了一副可怜兮兮的模样,哭着求顾北辰的庇护。 北辰哥哥,这个狮子好吓人,我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才会让季姐姐这么不开心。 说完,还翻了个白眼,假装晕倒过去。 顾北辰怀里抱着软雪,神情紧张。 小雪,小雪,你不要离开我,那时候我还觉得可笑,这明明就是装晕,顾北辰怎么会看不出来呢? 可是,顾北辰天天信了。 他派来人将我关进狮子的笼子里,不让人放我出来。 你怎么这么恶毒,竟敢训导狮子,吓唬小雪。 你难道不知道小雪心脏不好吗? 你这样对她不怕自己遭报应吗? 我告诉你,小雪受得苦,我要你千倍万倍偿还。 我跪在地上求她不要这么对我,我说我会死的。 她却抱着软雪离开了,连一个眼神都没有给我留下。 过了三天,她还想着让我给她的白月光道歉。 只是,恐怕不能如意了,因为我已经死了。 就是不知道她知道真相的时候会是什么表情。 顾北辰的嘴唇即将碰到软雪的那一刻,急促的手机铃声便响起。 老,老板,夫人她,她被狮子吃了。 顾北辰听到这话时,愣了一瞬。 就在我以为她会动容的时候,她却笑出声。 王客,怎么?你也被她收买了? 平时就爱耍一些小把戏,怎么这次还没学乖? 她来这家动物园三年了,哪有那么容易死? 这些狮子可都是她一只一只喂养出来的,怎么可能会伤害她? 要是真的死了,你就把拉去火葬场,烧了扔进垃圾桶。 看她还装不装了? 秘书从猫眼里看着狮子龙里惨不忍睹的场景,打了个战力。 老板,可是夫人真的,够了。 顾北辰不耐烦地打断了她要说的话,我才是你的老板。 我怎么说你就怎么做?要是不愿意,你也不用干了。 对不起,老板,秘书只能匆匆挂断电话。 阮雪轻轻握住了顾北辰的手。 北辰哥哥,别生气了,姐姐可能就是不喜欢我。 没关系的,大不了,我就把你还给她。 顾北辰将阮雪搂在怀里。 小雪,你还是这么温柔善良替人着想。 你放心,我既然是你的,就谁都抢不走。 待会儿如果那个女人跟你求饶你也不能轻易相信她, 她就爱用谎话骗人。 我真怕你又被她伤害了,毕竟你还是个单纯的小姑娘。 原本我以为,已经死了的,我不会心疼了。 可是,听到自己爱了这么久的男人嘴里说出这种话, 竟然还有一丝抽疼。 明明,明明一开始就是她追求的我。 我们大学是不同系的, 她的篮球不小心砸到了我, 却在看到我的时候愣住了。 后来,她朝我展开猛烈的攻势。 后来我才知道,她是顾家大少爷, 但是心底却有一个出国的白月光。 原本我是不想跟她扯上什么关系, 毕竟我只是一个普通人, 她是大家族的继承人。 可是,她却像疯了魔一般, 每天早上都会给我带早餐。 周末给我带奶茶, 带我去电影院看电影。 我也在相处中慢慢喜欢上了顾北辰。 我问她为什么喜欢我, 她说喜欢我的眼睛, 像星辰大海。 后来, 后来我在机场看到 跟顾北辰紧紧抱在一起的那个女人时, 我才知道。 原来是因为我的眼睛 像她出国多年的白月光, 她也只是把我当作替身罢了。 在一次因为软雪跟顾北辰吵架的时候, 她直接将我甩在高速公路上, 扬言给我一个教训。 我走了几十公里才回到家, 却看到相拥在一起的两人。 北辰哥哥, 我现在回来了, 只是我没有想到你已经结婚了, 还有了孩子, 或许我们就注定要错过吧。 顾北辰一把抱住了 杨庄要离开的软雪。 不, 小雪, 你在国外的日子里, 我无时无刻不想着你, 我跟他在一起也只是因为他像你。 还好, 现在你回来了, 我找到你了。 直到真相的我想要离开, 却被顾北辰拦住了。 他嘴里说着 不想让孩子没有母亲, 实际上只是害怕顾家股票, 因为这个跌落罢了。 可是, 凭什么, 就因为我跟他长得像我就该当软雪的替身吗? 我就活该要忍受被这两人欺辱吗? 心里的一口气憋得难受, 却也没办法宣泄自己心里的情绪。 顾北辰怀里抱着软雪, 脸上的表情却愈发阴沉起来。 王克最近办事真是越来越不利索了, 让他把纪离带过来, 怎么这么久都没有好? 难不成要我们等他一个人吗? 软雪摇摇头, 北辰, 你就别怪姐姐了, 毕竟我一直缠着你, 确实是我不对, 姐姐怨我也是应该的。 顾北辰站起身, 用手狠狠拍在桌子上。 他赶, 小雪, 你先休息一会, 我这就去把他绑过来, 给你好好道歉。 脾气真是越来越臭了, 真是不知道跟谁学的。 顾北辰起身, 来到狮子龙前, 刚走到龙子口, 就闻到一股腐烂的臭味。 他迅速捂住鼻子, 眉头皱成一团。 怎么这么臭? 你们到底在做什么? 不知道把卫生好好收拾干净吗? 秘书颤抖着身子, 哆哆嗦嗦道, 老板, 您还是自己看看吧。 门口的人全都让开, 给顾北辰让开了一条路。 我飘在顾北辰身后, 看着狮子龙里面满地血迹, 还有一些碎肉落在地上。 忽然一下子看到了自己惨死的模样, 还有点不适应。 死的样子还真的是惨啊。 一旁饱餐一顿的狮子正在悠然睡着觉。 顾北辰醋梅, 寄离人呢? 躲哪去了? 众人全都你看我我看你, 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还是秘书走上前, 指着狮子旁边被咬得面目全非的尸体。 老板, 我们刚打开笼子, 里面只有狮子和那些残余的, 身体都说不出来了, 因为大部分全都被啃食, 那都只能被称作没吃完的肉。 他醋梅, 像是不明白秘书的意思, 喊来人去里面把剩下的半个身子拿出来。 半个身子全都被狮子啃食完, 衣服也都碎成一片一片的, 我的眼珠还在眼眶里突出, 一看就能知道死前遭受了什么残忍的事。 顾北辰被我的这副模样吓了一跳, 竟直接摔倒在地上。 这, 这是什么东西? 我让你们找祭礼, 怎么给我找来一坨烂肉? 是不是要我把你们全部开除? 秘书没想到自家老板竟然不承认, 只能咬咬牙, 老板, 这个就是夫人。 顾北辰听到这话, 目光突然阴沉至极, 死死盯着面前的人。 哼, 你跟我说这是祭礼, 你觉得我信吗? 他那样不知羞耻, 你们也被他收买了是不是? 别以为买的一些肉和骨头我就信这是祭礼。 我告诉你们, 要是找不到它, 你们都可以滚了。 说完, 他逃逝地离开了这里。 阮雪看到顾北辰面色凝重, 伸出手抚向顾北辰的额头。 北辰哥哥, 季姐姐是不是又惹你生气了? 没事, 小雪抚平你的不开心。 顾北辰一把抓住阮雪的手, 放到自己怀里。 嗯, 他竟然联合王克他们骗我, 放一些烂肉说那是祭礼。 那个女人跟狮子在一起那么久, 早已经跟狮群混熟了, 狮子怎么可能吃它? 这种拙劣的骗法还想骗过我。 我只觉得好笑, 都看到了我身上残缺的衣服, 他亲手把我关进狮子笼里, 就连钥匙也只有他有。 他竟然到现在都不愿意 相信我已经死了, 还觉得我是在骗他。 阮雪轻轻碰了一下顾北辰的嘴唇, 小声道, 北辰哥哥, 不要生气, 姐姐也只是一时糊涂了。 顾北辰被阮雪这么一挑拨, 顿时失去了理智, 疯狂地回稳着怀里的白月光。 两人相拥在一起, 躺在我结婚时最喜欢的床上。 心里有些不甘心, 但有什么办法呢? 毕竟我已经是个死人了。 就在阮雪准备脱了自己的衣服时, 被顾北辰拦住了。 北辰哥哥, 你不想要小雪吗? 顾北辰满脸心疼, 小雪, 我现在是有父之福, 不能这样对你, 这样不宫廷, 你放心, 等我找到他就跟他离婚。 阮雪眼里闪过不甘, 却也只好点点头。 本来我也知道阮雪就是顾北辰的白月光, 可是当我亲口听见他随意把跟我的婚姻当成儿戏的时候, 心还是忍不住抽疼。 原来他早就想跟我离婚, 哪怕我一直陪在他的身旁, 他却为了让自己的白月光不受委屈, 能这么对我。 可是, 要是姐姐一直不肯出来怎么办? 顾北辰冷笑, 既然他不肯出来, 那我就逼他出来。 他宣布要跟阮雪结婚。 两人的订婚消息在朋友圈里掀起大波澜。 原本以为会得到一众好友的祝福, 却发现根本不是的。 顾总, 怎么这么快又要订婚了? 嫂子呢? 顾北辰, 小黎呢? 你跟别的女的订婚你怎么好意思? 小黎前几天还跟我说要给你买礼物, 怎么现在你就发了要跟别的女的结婚的消息? 这是小三吧? 其实, 顾北辰之所以能有今天的地位, 大多数时候都是因为我替他谈的业务和合作。 他的好友有许多都是我们的共同好友, 自然是不理解怎么会出现别的女人。 阮雪一向被顾北辰宠上天, 又怎么能允许别人骂自己小三? 北辰哥哥, 是不是姐姐在他们面前说了什么? 小雪不是小三, 既然这样, 那小雪只有离开才好。 顾北辰皱眉, 小雪, 不要在意别人的看法, 在我心里, 我的妻子永远都是你。 阮雪哭着摇头, 不, 北辰哥哥, 小雪想要得到别人的祝福, 既然这样, 那小雪只能离开了。 说完, 他猛地站起身, 却又摔倒在顾北辰怀里。 他捂着自己的胸口, 一副难受的模样。 北辰哥哥, 我有点呼吸不过来了, 好难受啊, 北辰哥哥, 我的心脏好疼啊, 我是不是要死了, 北辰哥哥, 救救我。 说完, 他再一次昏死过去。 顾北辰吓得连忙喊来私家医生, 医生说, 阮雪是怒火攻心才会晕倒的, 情况危急, 必须得换心脏才行。 我在一旁清清楚楚地看到, 阮雪早已经买通了这个私家医生, 他根本就没有什么心脏病。 顾北辰却不知道, 他打通了秘书的电话。 王客, 纪离到底在哪? 小雪心脏病犯了。 必须得换心脏, 你快把它找出来。 我却只觉得心寒, 没想到他竟然还想要我把心脏捐给软雪。 王客不知道该说什么, 他不明白老板为什么就是不愿意承认夫人已经死了。 电话那头沉默许久, 他还是说出了那句话, 老板, 夫人已经死了, 顾北辰狂奔到家里。 他才不相信纪离已经死了, 试了几遍密码锁都没有打开。 他记得密码好像是我的生日, 但他又怎么记得我的生日? 最后还是保姆给他开的门。 他找遍了整栋屋子都没有找到我的身影, 又冲进女儿如入的房间。 如入正躺在床上, 眨巴着大眼睛看着面前这个爸爸。 哇哇, 爸爸哇哇哇, 看着女儿, 眼眶有些酸涩。 我伸出手想摸摸女儿的脑袋, 却只能从他身上穿过去。 先生, 您在找什么? 纪离呢? 他去哪了? 顾北辰大声吼着, 把保姆吓了一跳。 先生, 夫人三天前就没有回来了, 我也不知道他去哪了呀。 顾北辰嘴唇紧敏, 眼睛死死盯着躺在床上的女儿, 一步步朝他慢慢靠近。 我心里突然有了不好的预感, 挡在女儿身前想要拦住他, 但是却无能为力。 先生, 先生, 你要做什么? 保姆见顾北辰的状态不对劲, 走上前想要抱走如入, 却直接被顾北辰一脚踹开。 滚开, 你们都在骗人, 帮着纪离骗人是不是? 既然他不愿意给小雪涓心脏, 那就让他心爱的女儿捐。 纪离, 我知道你肯定躲着,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不出来的话, 那就永远都别想见到如如了。 但是没有人回应他。 顾北辰彻底怒了, 拿起桌子上的瓷娃娃狠狠摔在地上。 这是我们当时的定情礼物, 如今被他当作垃圾一样扔在地上。 他喊来一声, 要取出阴阴的心脏捐给软血。 病床上的女儿似乎是察觉到了什么, 哭得都快喘不过起来。 我只恨自己没有能力, 要不然就应该掐死这个男人。 这可是他的亲生女儿, 他怎么能下得去手? 就在这时, 顾北辰的手机突然响起来, 是秘书打来的电话。 老板, 刚刚动物园的园长给我打电话说, 跟夫人关在一起的那头狮子 是从国外引进来的, 性格暴虐, 而且还没有被驯服。 听到这话, 顾北辰的手机直接吓得掉在地上。 他眼神涣散, 嘴唇微微颤抖, 半天说不出来话。 两久, 他出门坐上车就猛踩油门。 一路上闯了好几个红灯, 才终于到了目的地, 狮子园。 他停在笼子门口, 犹豫再三, 还是打开牢笼。 里面的狮子已经换了地方, 但是笼子却没有人清理干净, 腐烂的肉招来了很多苍蝇。 姬黎, 要是让我知道你是在骗人, 我要让你一辈子都见不到如如。 他像是下定了决心, 慢慢走过去。 我的尸体正孤零零地摆在中间, 脸上和大半个身子已经没有完好的肉了。 剩下的部分也已经腐烂得面目全非, 如果不是身上还穿着那件他送我的衣服, 恐怕都没有人能认出我来吧。 顾北辰却整个人愣住了, 眼睛睁得大大的。 不, 这个肯定是假的模具, 还想拿这个骗我是不是。 真正的肌理少了一根脚趾, 你们别想糊弄我, 还未说完的话卡在他的喉咙里说不出来。 因为他已经发现了, 面前的这具尸体真的少了一根脚趾。 他突然愤怒大吼, 激离, 怎么可能? 你怎么可能会死? 你故意的是不是? 你想让我不好过是不是? 我告诉你, 你失败了。 他的表情突然癫狂起来, 赶走碎肉上的苍蝇, 把肉拼在我的身上。 你怎么能死? 我不信。 我不是故意的, 这个狮子不是你该驯服的吗? 他为什么会咬死你? 我知道了, 肯定是你, 是你自己偷懒, 要是你驯服了狮子又怎么会死? 听着他说的话, 我反而有些反胃。 事到如今, 他还把错误怪罪到我的身上。 他把我关进狮子龙的时候, 我跪着让他放过我。 我说我会死, 可他却觉得我是在骗人。 我心里怨恨啊。 要是早知道他是这样的人, 我又怎么会同意跟他在一起? 顾北辰回到家, 疯了事地到处找我, 甚至打电话给我们的共同好友, 问我的去向。 但是, 又怎么会有人知道呢? 就在这时, 他派出去的私家侦探也回来了, 递给他一张软血的体检报告。 顾北辰看着体检报告上一切正常的字样, 正愣片刻, 一言不发。 这时候他才明白, 原来软血早已经买通了自己的私家医生。 私家侦探还告诉他, 原来软血之前出国是因为他跟国外的富豪在一块了。 后来被富豪的老婆知道了, 把他打个半死, 他只能害怕地回国了。 只是没想到, 顾北辰结了婚心里也有他, 自然而然就把他当作冤大头。 侦探还说, 原来当时是软血自己用石头狠狠砸向狮子, 要不然狮子也不会朝他吼。 顾北辰来到卧室, 突然看到一个瓷娃娃落在地上摔得粉碎。 他疯了似的捡起地上的瓷片, 把他拼凑好。 连自己的手背滑得鲜血淋漓都顾不上了。 记礼, 我, 我到底做了什么? 为了一个贱人就这么对你, 我, 我真该死啊。 这个是你自己亲手给我做的瓷娃娃, 他怎么会碎, 怎么会这样? 一整晚, 顾北辰坐在地上, 想拼好手里碎了的瓷娃娃, 却怎么都不能拼好。 他待在黑暗中, 任由黑暗淹没, 眼泪一滴滴落下, 最后竟然直接失声痛哭起来, 还珍惜其, 他顾北辰竟然也会为我哭。 突然, 一阵大风吹过, 窗外的闪电划破夜空。 顾北辰的目光落在我的身上, 他竟然看到我了。 我的身体在他面前若隐若现, 他却没有丝毫害怕, 神情还有些兴奋。 记礼, 真的是你吗? 你回来了, 我知道错了, 我们和好吧。 我冷笑一声, 和好。 你不知道我已经死了吗? 被你害死的。 顾北辰脸色惨白, 举起手里拼好的娃娃。 你看, 这个娃娃我已经拼好了。 你看, 我看着被他拼好的娃娃, 轻轻一吹, 娃娃瞬间落在地上, 又成了一堆碎片。 他跌跌撞撞朝我跑过来, 举起自己的手。 即使知道他碰不到我, 但我还是躲开了, 毕竟我闲脏。 他眼里闪过一丝受伤, 记礼, 你看, 我都受伤了, 你替我包扎一下好吗? 包扎? 顾北辰, 我巴不得你现在就去死。 你下地狱我才开心, 你现在装什么, 只让我觉得恶心。 顾北辰浑身一僵, 脸上满是痛苦的神色。 真是可笑, 现在后悔了, 有什么用吗? 顾北辰失魂落魄地来到软雪的家里, 他把证据全都摆在软雪面前, 质问他为什么要骗自己。 软雪脸色惨白, 北辰哥哥, 我就是太爱你了, 再说, 我只是一时做错了事, 你不能原谅我吗? 顾北辰没说话, 因为他已经一把掐住了软雪的脖子, 我要你给济离赔罪, 要不是你, 他怎么会死呢? 你这个贱人, 在国外乱搞, 回国还想把我当作冤大头。 眼看着软雪要断气, 屋外突然冲出来一对警察控制住了顾北辰。 原来, 他的秘书心里一直过意不去, 最终还是选择报警了。 不过, 顾家有钱有权, 自然是想办法把顾北辰放出来了。 软雪知道事情败露了, 连夜坐上车, 买了出国的机票。 他是真的害怕了, 因为他能感觉到顾北辰是真的想要杀了自己。 只是, 在去机场的路上, 刹车突然失灵, 连人带车直冲冲地掉进河里去了。 当时正是凌晨, 街上根本没有多少人, 过了好几天, 尸体才被发现。 顾北辰得知软雪死的时候, 并没有多惊讶, 因为那个刹车是他故意弄坏的。 他早就知道了, 软雪想要逃到国外去, 自己自然不会放过他。 你要下地狱, 给济离赔罪, 你害死了他。 顾北辰甚至找到了被收买的私家医生, 拿出他这么多年, 被人收买的证据发到他所在的医院里, 彻底断了他的职业生涯。 顾家的人得知这些消息时, 迫不及待想要把顾北辰送出国外避避风头。 但是就在出发的前一天晚上, 他独自离开了顾家, 一个人来到了狮子园。 他孤身一人走进狮子笼里, 狮子全都争先恐后地朝他跑过来, 张开血盆大口。 但顾北辰脸上一丝害怕都没有, 他眼神看着我站着的方向, 嘴里轻轻孽如。 季离, 我来陪你了。 我没有看他, 转身离去了。 人死了装什么深情, 有用吗? 我来到家里, 看到保姆把女儿养得很好, 白白胖胖的。 得知保姆想要收养女儿的时候, 心里也有些安心了, 身体突然轻松了许多, 我正想朝光亮的地方飞过去, 突然听到身后有人叫我。 季离, 季离, 等等我, 我来陪你了, 季离。 季离, 我们一起吧, 下一辈子, 我一定好好对你, 我一定不会负了你。 我没有回头, 我也不会回头了。 接下来再给大家分享另一个故事。 我跟老公李强结婚一年了, 回想起我们相遇的那一刻, 我依旧觉得那是命运的安排。 我们俩是同一个学校的校友, 他不认识我, 但我可认识他, 因为他是我暗恋多年的男生。 那时候, 李强刚刚经历了一场情感的暴风雨, 他的初恋女友狠心地抛弃了他。 我看得出来他心情很低落, 整个人都像丢了魂似的。 那是一天下午, 我刚好去咖啡店买咖啡, 看到他一个人坐在窗边的位置上, 眼神空洞地望着窗外。 我不知道哪来的勇气, 端着咖啡走了过去假装偶遇, 轻声问道, 这里没人吧? 我可以坐吗? 他愣了一下, 然后点了点头。 我坐下后, 试着挑起话题, 你看起来好像有什么心事。 李强惊讶地看了看我, 当时我才感觉我有些冒昧了, 不好意思, 我只是感觉你看起来有些伤心的样子, 没关系, 你不想说可以不说。 他叹了口气, 语重心长地说, 是啊, 最近遇到了一些感情问题。 他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开始了他的倾诉, 他说了他和初恋女友的故事, 说了他们是如何相爱, 又是如何因为种种原因走向分手。 他说得很平静, 但我能感受到他内心的波澜。 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呢? 我忍不住问。 他苦笑着摇了摇头, 我也不知道, 感觉一切都失去了意义。 我看着他心里五味杂陈, 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 但我知道, 我不能就这样看着他沉沦下去, 于是我试着开导他, 人生遇到这样的事情是很正常的, 我也可以理解, 可能你现在觉得有些走不出去, 但是时间长了, 慢慢地就好了。 他听了我的话, 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从那以后, 我们开始频繁地交流, 他也慢慢地从阴霾中走了出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们的关系也越来越亲密。 有一天, 他突然对我说, 你知道吗? 自从遇到你之后, 我觉得生活又有了希望。 你就像是我生命中的一道光, 照亮了我前行的路。 听到这话, 心里暖暖的, 当然也有一些受宠若惊, 我暗恋他的这个事情, 只有我自己知道, 而他现在居然也爱上了我, 这让我着实没有想到, 可能是我陪他度过了人生的低谷, 也可能是无奈后的选择。 当时我只顾着开心, 没想那么多, 不久后, 我们决定结婚。 我们的婚礼很简单, 只邀请了亲朋好友。 在婚礼上, 李强拉着我的手, 深情地说, 谢谢你走进我的生活, 给了我重新开始的勇气。 我会用一生来珍惜你, 爱你。 那一刻, 我泪流满面, 婚后我们两个人 生了一个可爱的小男孩, 我们给他取名为旺仔。 我原以为生了儿子之后, 我跟李强的感情会更加稳固, 可谁知好景不长。 当他的前女友回来后, 我感觉到老公那颗原本平静的心 又开始躁动起来。 前女友的出现, 像是一块投入湖中的石头, 打破了我们原本平静的生活。 老公开始变得心不在焉, 手机也频繁地响起。 我尽量让自己冷静, 但心中的不安却越来越强烈。 一次, 我无意间看到了老公和前女友的聊天记录, 内容暧昧不清, 就好像小夫妻之间的打闹。 我心中五味杂陈, 既有愤怒也有失望。 于是我开始与老公频繁地吵架。 每次争吵, 都像是在我们之间划下一道裂痕, 让我们的关系越来越紧张。 你是不是还想着他? 我在一次争吵中, 终于忍不住问出了口。 李强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说,你想多了, 我只是觉得他一个人在外面很可怜, 想帮帮他而已。 帮他? 那你有没有想过我和儿子的感受? 我大声质问道, 李强没有说话, 只是默默地低下了头。 我知道他也在挣扎, 也在矛盾, 但是我无法接受他的这种态度。 那段时间, 我们家里的气氛 变得非常沉重, 安静的一根针的声音都能听得到。 我能感受到他对我和儿子的态度 越来越冷淡, 回家的次数也越来越少, 当然, 回家的时间也越来越晚。 直到有一天, 他竟然向我提出了离婚, 想要跟他的初恋 王晶晶复合。 我无法接受 这个残酷的现实, 我坚决不同意离婚。 你怎么能这么狠心? 儿子还那么小, 你忍心让他在一个不完整的家庭中长大吗? 我哭着质问李强, 他却只是沉默不渝, 每一次的争吵都让我们的关系更加紧张, 每一次他的沉默都让我觉得心寒。 就算我们俩离了婚, 我也会带着儿子经常出去玩的, 我不会让他缺父爱的, 你放心, 他信誓旦旦地向我保证, 可他不知道我的心有多难受。 我是不会跟你离婚的, 你再提我就死给你看。 那段时间, 我整日以泪洗面, 看着儿子无邪的笑脸, 心中更是如刀割般疼痛。 我无法想象, 如果我们真的离婚了, 儿子将会面临怎样的生活? 那段时间, 我每天的生活都浑浑噩噩的, 经常性地丢东西, 随时随地摔倒。 那天天气还不错, 旺仔闹着要出去玩, 路上的车辆并不多, 一切看似平常。 突然, 一辆失控的汽车冲向了人行道, 我根本来不及反应, 只听到一声巨响, 我便失去了意识。 醒来后, 我第一时间想到了孩子, 医生告诉我, 儿子被送进了重症监护室, 我挣扎着摸出手机, 带着哭腔给老公打电话。 老公, 我们出车祸了, 旺仔的情况比我还要严重, 你快来。 变化那头, 他的声音听起来很遥远, 我这才知道, 他正在陪初恋过生日。 我努力地让自己冷静下来, 告诉他, 儿子情况不明, 我求他快来见儿子, 可是他居然说我在撒谎。 你别再撒谎了, 好好的怎么可能出车祸, 你就是不想跟我离婚, 也不能用这种理由吧。 我现在还忙着, 没有时间陪着你闹着玩, 行了, 要是没别的事, 我就先挂了。 我还听到王晶晶在旁边煽风点火, 说我不应该这样无理取闹。 张强, 肯定是骗你的, 真会撒谎, 他就是不想让我们在一起。 那一刻, 我感到前所未有的绝望和无助, 我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法, 才能让他相信我说的话, 我便把电话给婆婆打了过去, 让婆婆通知他的儿子, 可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 医生通知我, 妄宰伤得太重, 抢救无效死亡。 我跪在地上哭着闹着, 让肇事司机赔给我儿子, 可是没有人理我。 在婆婆给他打了电话之后, 他才相信了这件事, 慌慌张张地赶到医院, 脸上满是焦急和懊悔, 在看到儿子尸体的那一刻, 他哭得泣不成声。 他愣住了, 眼中满是震惊和悔恨。 他跪在儿子面前, 放声痛哭, 不断地自责和垂打自己。 我站在一旁, 冷冷地看着他。 这个我曾经深爱的男人, 在我最需要他的时候, 没有给我任何支持, 反而避重就轻, 现在又来哭什么呢? 他的悔恨和自责, 能换回我的儿子吗? 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一切, 我只知道, 我的心已经死了。 从此以后, 我们之间的感情彻底结束了。 而就在这个时候, 王晶晶也跟着出现在了医院门口。 他显然没想到, 会在这里遇到如此惨烈的场景, 脸上露出惊恶和惶恐的神情。 然而, 他的出现却像一根导火线, 瞬间点燃了我老公心中的怒火。 对不起, 我没想到是真的, 我不是故意拦着他的, 你要相信我。 他突然冲了出去, 我完全没反应过来, 只听到他怒吼一声, 都是你, 都是你害的。 他就像疯子一样跑了出去。 王晶晶便追了出去, 我也跟着追了出去, 我惊愕地看着他冲向停车场, 启动车子, 猛然加速。 李强直接撞向了王晶晶, 他尖叫一声, 惊恐地躲避, 但已经来不及了。 砰的一声巨响, 整个医院都仿佛震动了一下。 我呆立在原地, 无法相信他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他下了车, 走向王晶晶愤怒地瞪着他, 仿佛要将所有的怨恨都发泄在他身上。 王晶晶躺在地上, 痛苦地呻吟着, 我无法判断他的伤势如何, 但我知道情况肯定很严重, 我连忙拨打120。 我冲上前去, 拉住他的胳膊, 怒吼道, 你疯了吗? 你这样做, 会毁了自己的。 他猛地甩开我的手, 满脸泪痕地吼道, 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我不知道你说的是真的, 我对不起我儿子, 我恨不得杀了他。 我惊恶地看着他, 心如刀脚, 失望和痛苦涌上心头。 我冷冷地说道, 你早干什么去了? 我告诉你, 儿子出事了, 你不相信我, 说我在撒谎。 现在, 你又来了这么一出发疯的闹剧, 你觉得这样有用吗? 他泪流满面, 泣不成声地求我原谅, 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我知道我错了, 我不该怀疑你, 更不该冲动地做出这种事。 请你原谅我, 给我一次机会好吗? 我看着他哭闹的样子, 内心一阵烦躁。 我深吸了一口气, 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 你现在哭哭闹闹, 有什么用? 你还是去处理你的事情吧。 你要记住, 我儿子是因为你死了, 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 为什么死的不是你? 你死上千次百次, 也换不回我儿子。 我跪倒在地上, 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警察很快赶到了现场, 将他带走接受调查。 我站在医院门口, 目光追随着远去的警车, 心中涌动着无尽的悲哀和无奈。 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 犹如一场梦魇, 让我觉得我没办法继续活下去。 之前曾经以为我们有着坚实的感情基础, 可以携手共度任何困难, 但此刻我才知道我的想法有多愚蠢。 我真的想陪着儿子就这样走了, 可我不能, 我还有父母要照顾, 我想儿子也不愿意看见我这样的。 每想起儿子生前的笑容和欢声笑语, 我就感到心如刀脚。 我知道, 这个过程会很艰难, 每一步都充满了挑战和未知。 我还要替妄仔讨回公道, 让那些伤害他的人统统都下地狱。 我需要振作起来, 为了儿子, 也为了自己。 我要努力走出这段阴影, 去寻找新的生活意义和价值。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愿你的每一天都充满阳光和欢笑, 每一步都走得坚定而有力, 让过去的成为美好回忆, 未来的充满无限可能。 祝你幸福安康, 万事如意。 同时欢迎您留言、 订阅、 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